新加坡牛车水附近地区近日持续出现确诊病例 专家指出,整个情况和6月时红山多处出现感染群相似 牛车水或出现大型感染群 卫生部8月15日发文告指出 新增的50起本土病例当中 有11人与郑瑞禄第54座的My First School感染群有关 使得该感染群扩大至31人 另外,牛车水民众俱乐部另一家幼儿园也增加了两起病例 累计病例15起 附近的郑瑞禄、惹兰固哥四座组屋 近期也出现多起确诊病例 此外,郑瑞禄第52座的生松超市有职员确诊 已进行彻底清洁 目前已恢复营业 出现病例的生松超市与郑瑞禄第54座My First School感染群 只相隔一座组屋 传染病专家医生梁浩南表示 爆发的情况会和红山差不多 病例数应该也差不多 但应该不会出现更多重症病例 因为现在打疫苗的人更多了 关注我们 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 都在新加坡眼